大家好,我是阿勇 本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道赤松龙烧鹿鱼 赤松龙具有极佳的口感品味 以及丰富的营养 经常使用赤松龙的话 可以能强筋不慎 健脑一致,延缓衰老,壮扬一慎 同时也能改善洗脑血管 等等的一些功效 赤松龙呢,我们不要切得太薄 切得厚度在5毫米左右就可以了 下面把切好的赤松龙 我们放到盘中备用 洗净的鹿鱼一条 我们先用剪刀剪去鱼鳍 下面再给这个鱼改一个刀 下面呢,我们把改好刀的鱼鱼放入到盆中 准备大葱少许切丁 生姜少许拍一下 然后把生姜切碎 下面把二者放入到盆中 加入少许的清水 挤出姜葱汁 用这个姜葱汁呢 把这个鱼鱼腌制上15分钟左右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 可以多腌制一会儿 让鱼鱼去除其草腥味 用这时间我们起锅添水 凉水的时候放入切好的松龙 开大火煮开 煮开后调中火 继续煮上5分钟左右 5分钟后 我们先把这个松龙控水捞出 煮吃松龙的这个水 千万不要倒掉 我们这个水呢 要放入到盆中备用 现在鱼鱼也腌制好了 我们用食品用纸 把这个鱼身上的这个葱姜汁水呢 吸干后放到一边备用 准备大葱少许 切成5厘米左右宽的段 生姜少许切片 二者切好后放一边备用 准备一个煎锅 倒入少许的花生油 油温在八成热的时候 我们放入鱼鱼 把这个鱼鱼煎一下 在家做 我们这样煎不费油 像饭店一样 炸这个鱼鱼呢 要放大半锅油 第一是没有那个必要 第二那样做也太费油了 鱼鱼煎到两面焦黄色后呢 我们控油捞出 再次起锅 加入少许的花生油 把大葱和姜片 放入到锅内 炼制一个底油 小火慢慢的煎 煎到大葱表面焦黄 生姜变色后 把二者铲除 再把煮吃松龙的这个汤呢 倒入到锅中 再加入少许的生抽 少许的蚝油 放入两克白糖 下面呢 我们再放入炉鱼 大火把汤汁煮开后呢 我们再放入一克食盐 然后把我们煮好的这个松龙呢 倒入到锅里头 汤汁滚开后 我们盖上盖子 转中小火炖上15至20分钟 中途呢 我们把这个鱼翻一个深 让鱼的两面都要炖到 20分钟后 我们揭开盖子 闻着都非常鲜 下面我们先把鱼盛出 放入到盘子里 下面给汤汁滴入少许的料油 如果家里都没有的话 可以不放 下面呢 再加入少许的粉嵌水 我们用勺子搅动均匀 汤汁粘稠后 把松龙和这个汤汁呢 浇入到鱼身上 这样一道非常鲜美 入口清香的赤松龙烧鲈鱼 就可以品尝了 你学会了吗 更多家常菜 请订阅点赞 阿勇美食小厨 阿勇每天带给你 普通的美食分享